大家好 今天會介紹一下 我今年來比較常用的一種手帳 撥葉 首先出場的是A9 這本大家看到A9的尺寸只有三萬 是一本鱷魚皮比較珍貴的手帳 裡面用的分隔葉都是一塊發羊皮 我準備用來做我最喜歡的印章 這是我印章手帳 而這個牛皮A9 其實是我的信用卡手帳 去銀行會拿 這個其實是我的錢包 它的好處就是可以放一些紙寫一下 這個是我今年準備用的 你見到A8的手帳只有五個環 你會說A8只有五個環會不會很難買 真的比較難買 因為它是去年才流行的一個新型號 五環在日本開始的 相對來說 現在你看到這一本是A7 也是傳統的人最多人用的一本 因為它細本方便攜帶 很薄的 它的環孔很細 我現在用的是2021年的日本一個設計師 我很喜歡12頁再加幾頁簡單的紙 這個就是A7 現在大家看到的A6 A6是比較多男士女士都喜歡用 第一它製作夠大 也都容易買的 幸好我買了2021的三折全年月曆 它還送了2020年 恰巧就可以將我開始畫的油粉彩的時間記錄起來 作一個紀念 這本大本這麼多的是A5 相對來說 A6很容易攜帶 A5就很重的 只是適宜在家裡用 但它的好處就是 因為A5是A4的一半 其實就是等於你平日的打印字對接 很方便寫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都可以寫到 甚至一個這樣的膠袋 你也可以寫到很多貼紙 卡 發票 我也買了一本Stology 代替Hobolich 因為它可能是另一種紙質 又便宜一點 還有它的間隔也是相當好的細格 就可以實現定業活躍在一起了 這一本是我最常用 應該說每天都用的補 我拿了自己的畫 做了一個分隔頁 你看到前面還有一張英文書法 因為我買多了 我就準備將英文書法搬去灰色那本 這本中文的硬筆書法就很好 因為這麼大張紙很好寫 我每天就會這樣 先隔一隔它 然後我就開始寫 寫了幾頁我就數一數 就可以在前面的打卡簿做記錄 用完之後又將一紙拿開 從小到大這樣說通常見的活頁 現在我們介紹的右邊那本 叫做A6 上面那本是普通的A6 比較大 你看看不到分別 所以我就拿一本 叫做Slim的 比較窄一點的A6 薄一點的A6 你會看到A6是幼長一點的 而這本好像一個方包一樣 我們看一下這本 是我第一本買的叫做奇巴 裡面都是 我原本是預算每天畫一下掃描 畫一下無顏色的畫 這本都是Stology的A6 即是剛才那本大的A5 這本是小一點的 亦都是可以 方便自己平日用 你看到大家都是A6的 和Hobolich一本一樣 可以換上去用也可以 那我拿一張奇巴的A6紙給你看看 它和A6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A6就是一張打印紙對接再對接 即是一張打印紙的四分之一 那對於一個用慣定業的人 這一本模擬是很舒服的 因為它的紙就是平日用慣的 那還有一個這麼好的大抄位 可以擠筆記啊擠東西啊 那所以我這個是破天荒第一次買來試的 這本寶呢就是鎮品來的 那我就將平日寫的一些不同字體的 英文書法寫下去 你知道啦 有時候都會不記得怎麼寫的 但是多了一本呢 隨時就可以 突然想起寫字 可以用來做一個參考 好了 那我自己都覺得寫了下去都挺方便 那大家看一看呢 我動席你就會看到 它的環和那本定業寶呢 是沒有阻礙的 所以是很舒服的 那個環還有位置給你一個定業 甚至我這本寶都可以用定業去代替的時候 那所以這個奇巴是真的挺特別的一本寶 由於呢 奇巴是跟我用的定業A6 Hobolich 那些一樣那麼大 很有親切感 那所以我買回來很快 除了畫畫 我就會寫下字 那樣 同時我也都急不及待 想看一下真正的平日的A6 可不可以交換來用呢 雖然我都知道它長了一點 剪掉它就可以了 結果是不可以的 它的孔位是不一樣的 記住孔位不一樣 所以才叫奇巴 很難買紙的 那我日常就會將奇巴這一隻 這樣的A6的紙 即是A4紙的四分之一呢 我就會把它放在我自己的錢包裏 第一呢 就可以方便隨時創作 第二 亦都可以方便我隨時去書店 看看有沒有些紙 那個孔位是一樣的 那你見到這一本的奇巴是 和剛才的A5一樣 都是磨砂珍珠灰色 那我太喜歡了 那我又再買一本 在店家裡買定一些 月計劃的紙 後面還可以打卡 因為既然它賣得這本奇巴 就有相應的紙可以供應了 為什麼這裡的紙這麼特別呢 就是因為我買了一些 日本的繪畫紙 是繪畫紙二十孔的 那發現原來二十孔的 繪畫紙呢 雖然它多些洞 但是原來他們的孔位是一樣 就是說你在 書店買一個二十孔的間條的紙呢 只要你不介意呢 那麼多洞呢 你可以財感一切 就可以放進去了 那同樣我也都在 無印良品裡 買了一些二十孔的方格紙 只要裁了可以放進去 那你會見到呢 現在變成這樣 其實我發覺很好的 因為你畫水彩的時候 你都要試色的 你可以拿回同樣這張紙去試色 又或者那張水彩紙 譬如你畫花用了哪幾隻色 你就游了在那張紙裡 作為一個紀錄 這張就是我在無印良品那張紙裡裁出來 那你有時都會見到 我畫油粉彩的時候 我就在旁邊用來記錄顏色 只要你不覺得二十孔是多了幾個洞的話 即是說奇葩都是容易去買紙 那不失為一個平日用慣定業的人 又可以有定業 又同時是可以兼顧活業 甚至是可以把定業的紙拿出來打孔 變成活業都可以的 以下就是我小小的心得了 拜拜